來到年初八 繼續都是那句 希望各位身體健康 記得要保護自己 自求多福 今天一來就做一條預測片 但這裡首先希望各位可以看兩下小弟 這次不會說得很詳細 因為今天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再做 待會大家會收到我兩條轉會評論 和一條利物浦的蔡侯評 總共四條片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這條片是會講完熱刺對曼城 和馬德里打比 去到星期日晚深夜12點 專屬直播當中確實收到正選的陣容 才會再更加詳細去分析熱刺對曼城 在這裡我先做一個初步的預測 我認為今次摩連盧不需要怕哥迪奧娜 所以不需要拍大巴 應該是上半場趁著最有體能的時候 全場壓迫破壞曼城的控球賽 再和曼城打這個就是來回高速球 熱刺絕對有這方面的體能 因為今次有一個禮拜時間休息了 而且熱刺終於買到一個速度型的進攻點 背雲直 待會的轉會評論我會詳細討論他 雖然他只不過是新加盟 但今次我覺得他應該要打正選 但對著曼城是不用面對密集的 不需要太多默契波 不需要太多短傳連結 只需要個人能力打快攻反擊 所以背雲直就不需要打後臂 簡直可以立即放他出來 去用上半場的速度去個人突破 曼城那邊的後衛就不熟悉他 他反而有機會博猛博亂 而且這個球員根本最擅長就是打反擊 他再加上敏大人盧卡斯摩拉的平均速度 其實是快過馬列斯、史達寧、阿古路的平均速度 所以熱刺只需要承藉上半場 最有體能的時候 全場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打多點快攻反擊 用多點個人能力速度的話 熱刺其實是會有優勢的 甚至上半場就會有機會領先曼城 去到下半場才拍大巴 就有機會助磨望贏 所以摩連盧不應該怕哥迪奧娜 但如果摩連盧怕哥迪奧娜熱刺 繼續收縮防守區域先 甚至一開波上半場就拍大巴 喪失了最有體能的時候 打快攻反擊出去的話 長球最多是打和 哥迪奧娜其實這次有機會輸 所以摩連盧這次在主場就不要放過他 至於說到熱刺應該用什麼結構 如果用來回高速球全場壓迫 三中堅其實都可以嘗試 最緊要有足夠的反擊點 以及取態不要拍大巴就OK了 最緊要記得上半場就經意要做全場壓迫 然後我們會說馬德里的打比大戰 黃馬主場對馬提匯 這裡我首先想補上一場黃馬作客 這個就是華拉杜烈的蔡侯平線 因為真的未講的 長球來說我真的無法獨立找10分鐘去講 完全是講過那些東西來的 他也會進入中間 面對密集就是天然老鼠 拉龜4-3-1-2 破不了密集 進不了球 這些完全不需要我再怎樣解釋 講到口都爛了 尤其是斯丹之前那一季 那麼跟着icorn待geos transaction 之後黄馬便變分雙逆齊飛 就打到角局 立刻就打開紀錄 所以之前沒有上飛球 就完全因為eos transaction 這個就是進攻的成績不足夠 或是天爺老鼠拉龜 simple 這個看起來煮熟 那ec go 和Ouestos一樣 全部都是只適合4-3-1-1-11的主角位 放到他去四周 他自己找不到 要是他自己進入中間,就是天然老鼠麗鬼 問題就是斯丹一定要有三個中場中 所以一用到伊斯高,輪換了他上去,便會出事 我曾經也想過伊斯高可不可以長期放左邊,拉死左邊 這樣的話,他在邊線都可以交underlap的直線 但王馬的中場根本就沒有underlap的能手 華為的叫做好些,但他右腳 根本就不方便他在偏左配合伊斯高 最多就是靠左後衛,馬西路、Mandy就underlap 但遠水不能夠近火,他後衛來的 所以繼續拿伊斯高去左邊,根本是死局 我們要等到夏薩特復出為止,才有轉技 又或者就是斯丹狠出4231 其實西班牙超級杯的時候,斯丹是放了4231 所以那些組織就不同一點 曾經也看到有詹斯羅迪古斯在禁區頂做主角 送直線給雲尼斯奧斯入球 這些就是破密集的組織提升到 可惜西班牙超級杯,伊斯高 伊斯高並沒有打正選 所以馬德里打比,應該又會變回伊斯高打正選 配合魯迪高、賓斯馬三個進攻點 又是天然老鼠、拉龜、4231、2 或者不夠速度打反擊 另一邊的傷 馬體會就這次組織了菲利克斯要缺陣受傷 其實馬體會就沒有什麼組織可以打出去 連超級連結人都沒有了 所以今場的馬德里打比,如果沒有死球入球的話 就0比0幾悶下 不過我都傾向黃馬助和亡贏 因為他們最近的國球戰術是挺有優勢的 應該變成馬德里的打比 就是需要看回死球的這一方面 場球今晚是11點開球 那時候應該還沒睡覺的 所以如果我到時看到正選陣容有什麼特別 原來沒有伊斯高、下有足夠的反擊點的話 我會盡量出個文字和專屬會員說我最新的預測 留意今晚我有沒有什麼新的看法 至於熱刺對曼城 確實會有一個專屬直播 在星期日深夜的12點 記得要留意 而來到這裏,希望各位可以幫小弟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彈的廣告視頻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能幫到小弟有信 先多謝各位 記得要訂閱和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用25元方法 做頻道專屬會員 再次多謝 千萬不要裝擋廣告程式 還有就是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喵聲 好了,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